十位公司老板中就有九位想要他的偶像原石 许多男偶像的模范 也是很多指导老师会提及的优秀偶像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被称为是偶像定士的良药蟹 1990年1月5日出生于首尔 在某次研讨会中和朋友们一起唱歌 只有一位老师没有打断他们唱歌 也就是那时开始他感受到唱歌的乐趣 国中开始他就接触音乐 他也曾在JYP当练习生半年左右的时间 但因为公司说他和筹备的男团形象不符 因此就被单方面解约 之后他也流转了多家公司 经过无数次措施出道机会 度过了辛苦的时期 之后他就收到同是JYP练习生出身的 相同直校出身的李启光 推荐进入了Cube娱乐 在正式出道前他和银斗俊、龙俊亨 一起担任李启光的舞者 看着舞台上光芒四射的李启光 虽然多少都会有点嫉妒之心 但他更是感谢启光把他介绍来这公司 还感激到流泪过 2009年他以男子团体BIST的主唱 正式出道 轻松唱上去的高音和声量 庞大的配合量也让大众感到吃惊 在广播节目中清唱的时候 更是能听清楚他的音色和实力 不管是粉丝还是大众都非常认可他的实力 也曾在音乐节目中担任固定班底 2016年底整团决定不续约 并自己创立了娱乐公司 因为团名商标权一直无法解决 所以最后决定以新团名 Highlight重新展开活动 2013年韩国代表性的声乐家曹秀美 向他提出了合作邀约 一起进行了舞台演唱也录制专辑 是偶像中首位和声乐家合作的人 当他被声乐家选中 韩国各大主流媒体也对此进行深度探讨 引起了许多话题 在YouTube上听到妈妈这首歌 她受到了很大的感动 因此强烈希望可以一起合作 两年后曹秀美又再次找上她 希望她可以参与自己睽違29年的大众歌谣专辑 而他们也再次一起合作 虽然她在团内年纪不是最小 但是因为长相非常童颜 因此经常被误认识盲内 在团内她就担任了假盲内的角色 但其实不管是出道前或是出道后 她都很讨厌可爱的形象 不过因为粉丝们喜欢 所以之后她也乐在其中 而她的粉丝服务也做得很周到 在演唱会上不仅会拿粉丝的手机自拍 还会到在作息的粉丝面前 将伸出手的粉丝拉近自己 面对面唱歌 引起众粉丝的羡慕和嫉妒 她的头脸都非常小 五官还可以塞进卫生纸的一格里面 跟影斗骏做比较的话 就更明显能看出她脸多小 虽然影斗骏的头就是一般正常比例 但影斗骏因为她还获得了大头骏的绰号 跟其他艺人站在一起时 也会特别受注意 而惊人的是 她的头在家族中已经算大的了 而她虽然个子矮小 但因为脸也小 手脚很长的关系 看起来比例非常好 2011年开始 她就一直有参与音乐剧演出 原本她的声量就不错 但开始接触音乐剧之后 她的唱功又更上一层楼了 平时就会严格自我管理 对喉咙的保护更是小心 还会透过拳击运动来锻炼体力 让她在现场演唱的实力 和舞蹈表演都能更稳定 退伍后她的实力也没有减退 看过她现场表演的其他歌手 都会感到震惊的程度 作词家金颖娜 看了她在第三回 光芒艺术节的舞台表演 不断地在后台称赞她非常厉害 非主流乐团的主唱也不禁感叹 有着这样娇小可爱的外貌 却能唱出如此有力量的歌曲 真不知道是怎么办到的 一般戴着面具唱歌 大家要靠音色去分辨 是谁唱的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是她在第一局的第一小节 就被嘉宾认出 虽然这段被剪掉 但现场的暗示强烈 甚至还说出了本名 评委们几乎也都猜到了她是谁 而最后她成为第45届歌王 并创下偶像连巴胜的新纪录 2012年白色情人节 她和Apink的郑恩蒂合作了歌曲 Love Day 当时还获得了非常多的人气 两人也都是公司代表的主唱 高音后还有高音 每个高音都不像在唱高音 非常的稳定 也十分清爽 而这首歌的留言 很多人都说像是一场高音对决 因此还将歌名取名为Battle Day 特别是2020年又掀起了一阵流言旋风 而这首歌更是再次被拿出来评分 也引起了热议 2021年还成为网曼 乖乖女的恋爱手册的OST 而新版本的感觉也和过去不同 多了几分的成熟和甜蜜 还没有听过的粉丝 一定要听听看 在团体中活动时 2012年他就发行过首张个人迷你专辑 当时龙俊亨担任制作人 他凭着咖啡音在多数的音乐节目中获得一位 2018年也发行了第二张迷你专辑 收录曲中有一半都是粉丝歌 而他也参与了许多作词作曲 其中主打歌《没有你的地方》 也在音乐节目中获得一位 而现在他发行了首张个人正规专辑 收录了12首歌中有5首都是他的创作 团体也推出了团纵 粉丝们千万不要错过 以上就是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介绍给大家的 手笔脸小自带蒙点的两腰巾 两腰蟹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拥 感谢傑 热 有 聊 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